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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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真你为什么选择到我们这来 我今天来这 因为我跟星哥性格还爱好上都特别像 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结了婚吗 没有 如果星哥是个没有女朋友的男人 你会喜欢他吗 星哥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你别说了 你带着墨镜干嘛 你站出来说好吗 你这样什么意思 在背地里不会被人祝福的 你不明白吗 小爷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 谁是你小爷 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叫我谁恶心 你冷静一点行吗 我冷静不了 你要是我你也不会冷静的 我和星哥跟 跟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真的不信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是你让他来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那你你愿意来现场吗 如果小爷可以冷静 我可以考虑来现场 那那行你 我我先让他冷静一下啊 我们把第二现场先关了 你先冷静一下啊 我先跟他聊聊 你干嘛有女朋友晚上还跟别人聊呢 就是我觉得他很懂我 他知道我心中的想法 我经常工作上比较抑郁的时候 会跟他聊一些问题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啊 是吗 你今天第一次见面感觉如何 这女生 娇滴滴的 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你真的很冲动 你知不知道 你冲 要是你呢 我半夜跟你男人聊天 聊得活活热热的 你说得了吗 我们聊的都是很正常的问题 你也看到了 那个梦梦还正常啊 你逗我了 你逗我傻了 是吗 天天摸摸 随着摸摸啊 你们 是不是在别的了 还有一个字 摸摸哒 不管事实是如何 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 你心爱的人躺在床上睡觉 你在这边偷偷摸摸 跟别人聊天 我不管你聊的是什么 只要是工作之外的 情绪上的交流 这就一定有问题 你说呢 对 你情绪平稳一点 要不然人家不愿意出来 听见没有 你去开 来 你站我这边 站好啊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他若是光明正大 从那儿缓缓地走出来 你信他 还是不信 那他干脆不出来算了 他出来干嘛呢 那他就要站上了 我要看我们男朋友 跟他的反应 如果他出来之后 他们没干过什么 但确实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情投意合 那我就要看他的意愿了 如果他喜欢那个女孩 觉得他的性格 或者各方面更适合他 那我就是祝福他们 是吧 你真的能做到吗 我能 再次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亲恩见 一 一 二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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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问你来到完美告白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因为今天没办法了 他女朋友要上电视了 所以你也想上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 是我道成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刚才您在那还戴墨镜 这会儿您把墨镜摘了 我不想再藏着掖着了 我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没有什么朋友 能够遇到星哥对我来说 我特别感激他 他上你表白了 听讲了吗 您能尊重一下我吗 对 你这番话平时没跟星哥说过 我承认我对星哥是有几分好感性吗 其实你看 不是行了吧 有就有也没关系 男未婚女未嫁 有好感 但未必要付出于实践 我的意思是 我同意陀老师说的 我觉得妹妹你真的 在阴暗处是永远不会被祝福的 所以我今天出来了呀 你还在怎样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 不要把默许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行吗 那你倒是问小七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欺骗我 觉得我好骗是吗 他不是怕你别人一骗吗 他怂恿让你骗 你就跟着骗 他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这么没自己主见吗 这样 你来的目的是要澄清 那接下来你就先 向上 我们一家全都因为他而变成现在这样 他很苦 可是你要理解他呀 可是我压力也很苦 不要给他那种动作的压力 我压力 我压力也不用了 我压力也不用了 不用了 你不存心 那你想让我去了 我压力也不用了 我吶一个下来 我真的不信 我吶嘴 我吶嘴 你还没有什么 我吶嘴 如果什么 也不用了 你 我吶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